學長 如果是這個的話就不用你操心了 雖然以思辰這個人吧 脾氣又臭 顧熙熙 說誰口 說誰脾氣差 自從你跟顧小姐結婚之後 你身體的幼稚細胞 似乎都被調動起來了 來來 這個用一文怎麼說 請問我為了你 你說什麼 謝謝你 老娘 顧熙熙 我還是第一次聽人 這麼扯著嗓子表白的 顧熙熙自己跑出去了 電話也打不通 我去找一找 你 不會是喜歡上他了吧 顧熙熙 你怎麼睡我旁邊啊 就應該給他腦門上貼個紙條 事故剁發底 繞星 你怎麼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你發給過你的資料 讓全部廢下來來中 你這個有情況啊 不是 什麼 你別瞎說 你看看這張 他看著你眼寒舊波 你看著他寒情默默 顧熙熙 說實話 是不是喜歡他了 恩 你會做慶團嗎 會啊 我要吃 你可以買啊 我要吃你做的 我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請你和我還有我太太一起吃頓飯 你確定 帶我和熙熙一起吃飯嗎 我了解 你突然出現在熙熙面前 替他實現願望 你一定是另有所途 很抱歉 我沒辦法按照你的計劃去過我的人生 怎麼了你 這男丁一直魂不守舍的 說服顧熙熙的方法 其實很簡單 我只需要像以前一樣 請他吃一頓飯 再送他一件昂貴的禮物 只要我打開這個盒子 我的命運就會被你掌握了吧 等合約期一到 你做你的隱私人 我做我的顧熙熙 我們就再也不要有任何關係了 這間CC店鋪 就是熙熙自己的品牌 她之所以拒絕您的提議 是因為這一直是她自己喜歡的事 她真的在您和您的品牌上面耗費了特別多心血 所以如果說您拒絕她是因為我的話 那我現在可以答應您 只要您願意 我可以為您的品牌效應 我打算 向顧熙熙告白 我一些裁判 犯規 你很慘啊 老公 老公 熙熙手術痛痛 要老公餵餵 嗯 四秒 我今天晚上有一個假面舞會要舉 這個舞會是我專門為顧熙熙辦的 我從來沒有覺得我們是可以做戀人的關係 所以請你以後對我的感情不要再越界了 原來她根本對我一點感情都沒有啊 你現在這麼難過 是不是說明你已經喜歡上她了 夫妻間那點矛盾很正常 要是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 你說出來 說不定我能幫你 說不定我能幫你 我需要幫你 多大臉才敢說句句 阿里克斯真因為自己是大師 什麼熱度都敢創 醜人多作怪 顧熙熙你現在做這些根本就不合時宜 你現在需要的是理智 不是情緒化 我的人你也敢罵 有些事情我不追究不代表我看不到 顧熙熙是我的妻子 我不允許任何人為了任何目的去傷害她 這件衣服是我太太設計的 她的設計獨到也有很多奇思妙想 並且她會把這些想法融入到她的生活 和設計當中 哇 看來英祖和她的關係很好 應該說 娶到她是我的幸運 我從來沒想跟你劃清界限 甚至 甚至希望我們之間 永遠不要有所謂的界限 我可以親你嗎 熙熙啊 媽給你拿了 媽 你放那兒就行 送床被子 親愛的 熙熙 別讀出來啊 你居然把情緒還留在抽屜裡 還留了這麼多 被人喜歡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 今晚就讀這個 讓我睡覺 晚安 這兩天要是沒有你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希望有你 自從你來了我家以後 我每晚都會睡得很像 你難過我就會跟著難過 我喜歡你 我第一次遇見你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想多看你幾眼 年希的故事 就是你的故事 或許以前我們只是不小心順應了別人的誤解 我從來沒有覺得我們可以是戀人的關係 我喜歡的只有顧熙熙一個人 真的很抱歉學長 但是我不能欺騙我自己的內心 我已經喜歡上一次成了 好 難怪熱戀的情侶們都喜歡約會 你不會覺得是在浪費時間嗎 你還有很多時間和我一起浪費 沒有 我不許這麼對別人想 只對你這麼想 怎麼 我廢了 是我在創作上遇到了一些瓶頸 雖然馬上就要推出新瓶了 但是我缺一個想法都沒有 跟我去個地方 有哪兒搶啊 這裡可不只是遊樂場 而是你創造力的寶庫 多巴胺的分泌可以刺激成創作靈感 不故意的 你怎麼那麼挺我 這又是什麼 這也是刺激多巴胺分泌的一種嗎 靈感這種東西 就是偶爾的刺激她一下才會 就不用說現在 我就感覺靈感 如泉水一般地湧到我的腦子 顧悉悉日記 之前看著影太得挺清純 對她挺有好感的 你看你看看 這個人日記要寫的 簡直會難關啊 是呀我是真的 趕緊給我關了 不是